藏毒荡 你 认识我 藏毒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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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厉害了 别动 留我远点 听我慢慢说别着急嘛 我知道你们查的案子 但那些尸体与我们无关 我们到目前为之所杀的 只有师父一人而已 他那么识恶不赦 杀了他 一是为民除害 二也是帮你们 师父想要抓你们 虽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要真落在他手上 你们不死也得掉层皮啊 那我们还要谢谢你们了 谢倒不用 确认我们没恶意就行 是 来 还 亮 你 我 你 我 天 什么香味 当然是所有毒药中的一种味道 我告诉你 你懂吗 昔月曼陀罗 学学你姐 别那么冲动 跟个傻子一样 要是不信 自己去查呀 我偏不信 得看 不错嘛 那个香味很淡的 你能闻得出来 看来不是一般人哪 大家都在找毒婆 可谁又说过毒婆一定是个女的呢 也没人说过毒婆一定是一个人呢 错 诡一就是毒婆 而其他的都是替身 我的刀呢 你们可一定要查仔细了 等你们一走 这里的痕迹就会全部抹去 要不是正好被你们撞见了 我本想伪装成那连环案呢 姐 好像确实不是他们 连环案里的那些凶手 从来也没想过遮遮掩掩 都甚至把尸体直接拽到了闹市区 而你们弄的 这头都还在呢 不这么干 怎么把你们救出来 你们为什么要帮我们 名人不输妄语 先前我就跟姑娘说过 相遇姑娘结个善缘 还别说 这俩也只是聪明 诡一是死了 但毒婆却一直活着 生意可以继续下去 现在呢 跟我们又结了一个善缘 这生意直接做到了人间 本来就是嘛 我们想要的只不过是 毒婆的生意而已 至于谁是毒婆 又有谁会在意呢 就这样 我问你们 你们师父到底想干什么呀 告诉你们也无妨 不久前 师父从朋友那儿得知一种药物 可以抑制疼痛迷惑人心 据说那药物非常厉害 一旦调配不当 就会引起极其强烈的副作用 就连师父也没有成功过 我想起来了姐 我记得我进鬼市之前 在山洞里看见了那么多的尸体 估计都是他们师父干的 所以毒婆一直找活人来吃药物 毕竟嘛 这些都是师父做的念 我们 也是爱慕能助啊 不是 你小子怎么这么说话呢 那镇上的尸体 那不一样啊 镇上那些尸体 和他们不一样 在毒婆这儿死的人 都是中剧毒瞬间毙命的 而且身上没有半点 被折磨过的痕迹 小子 我问你啊 他刚才说 你们师父有一个朋友 那这个所谓的朋友是谁呢 我 我怎么知道啊 你问他 那个 大姐 那朋友是谁呢 我怎么知道 不是 我的 我们对这种药物一点兴趣也没有 师父心心念念想要操控人心 不也是连我们想什么也没猜到吗 都跟你们说了 我们要的只是毒婆的生意 至于谁是谁有那么重要吗 别说这是鬼事 人间不也一样吗 行 这样 既然二位都知道这个 镇上的案件 那辛苦二位啊 未来的毒婆告诉我 镇上的那个人 是种什么毒而死的 行吗 曼陀罗 蝉酥 还有 武林纸 加上 玉簪花 和海玉 没了 不是 应该还有金蝉蛊吗 金蝉蛊 不知道 那 都有谁买过这金蝉蛊啊 我以后告诉你 我以后告诉你 大人 大人 小心小心 我们仇家确实是一直有别的神秘 您看这些布匹丝绸 这都是从西域各国运送而来的 但我这儿呢 我给它分发整理 再打包卖出去 整点小钱 贴补家用 贴补 我要不是对你费一番周准 我这一辈子都看不到这些贴补 大人您说笑了 你不是说要对我心甘情愿吗 那绝对是心甘情愿哪 我看你是心口不一吧 大 大人 您又来了 大人 喜大人 我已经是对您开诚布公了 我所有价点现在都亮给您看了 大人